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地面净空之外 我觉得有时候墙面空空的有一点点收纳点缀在上面其实也蛮好看 但是就是猪的房子就没有办法这么做 特别是浴室的部分 我们主要洗澡都是在猪肉卫浴中 猪肉卫浴需要放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猪肉卫浴又特别偏小 毛巾感的部分也只能掉一个人的毛巾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利用了3M的防水无痕的这个系列 在我们的猪肉卫浴增加了很多收纳 这一集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利用不穿墙的方式 白灯干你浴室的收纳 一起来看吧 首先是多用途浴室收纳架 这个浴室收纳架上面除了是收纳架提放的东西之外 下面还有一个吊杆 至少可以吊两条小的毛巾喔 每一个产品都会附赠防水胶条 还有纹固的酒精棉片 好 那我现在就要准备来安装喔 我先测一下我要装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高度 利用这个稳固的酒精棉片 把墙壁擦干净 现在就是把这个专利的这个特殊防水胶条 其中蓝色的那一面呢 撕下来之后 贴在这个挂钩的背面 用力压紧 每一个挂钩位置它都是两块 这样才可以很坚固 准备要黏上去了 再比对一下位置 这个系列呢 不需要等24小时 我觉得超棒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把它用力压紧 用力 用力压紧 几乎啦 像我这么没耐心的人 几乎都是马上就实用 但它非常稳固 都不会掉下来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你就是还是等个几个小时好了 下面可以挂毛巾 然后上面呢 我就会放会香品 还有像一些清洁剂 再来我要黏客用卫浴的这个卫生纸收纳盒 也是就是一样的方式 用力把它压紧 它这个卫生纸收纳盒是倒抽的方式 装好之后啊 只要把卫生纸倒着放 从下方抽取就好了 我除了放卫生纸啊 还有一个小位置可以让你放手机喔 因为上厕所的时候要滑手机 还蛮好抽的 走看 有人说他要来当model示范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接着我要装的是牙刷收纳架 我们的主卫卫浴啊 洗手台台面真的非常小 没有办法把牙刷啊 各个屁面罐罐摆在上面 所以我都是往上收纳 利用墙面的部分 那3M这个系列就是可以在我们浴室这个墙面 一直向上收纳 一样的方式把它压紧黏好 然后可以放牙膏 电动牙刷 还有一般牙刷 还有漱口杯的位置 最后这个是吹风机收纳架 吹风机我一直很困扰 觉得没有地方收 3M这个防水无痕系列有出吹风机收纳架 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黏好之后就长这样子 还有两边 你可以把这个盒子左右看哪一边都可以 就是让你放吹风机 那我是拿来摆我们一些护法的产品 还有这个小勾勾的是可以收电线 但这个收纳架啊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传统的吹风机 像我们这种类呆色的吹风机 它的握把比较长 没有那么好卡住 我是利用头的部分 吹风机头的部分扣住 但大致上还是可以啦 完成啦 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个方向做收纳 就让我的洗手台进空了 真的很小只能这样利用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篇 3M无痕防水系列 现在在我们频道也有两个都很优惠的价格 如果你看了这一集 你刚好也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可以点击说明来下方的链接去购买哦 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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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